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威力奇惚影 大家好 我是奇葩威力哥 陈威力 今天是我们台股新春开放盘庚子年新春开放盘的第一天 威力哥先在这边祝大家开示大吉 新春如意 今年都能财运滚滚来 发大财 我们来看今天开示整个早盘的行情 我想如果你在过年前就有持续在追踪威力哥的节目的话 那今天你应该是不会像其他的股市投资人一样的担忧 因为威力哥在过年前就已经跟各位预告 你要做好避险 对不对 跟你去看画面 在这个月17号 还有月20号其实都有一再的提醒大家 你要有风险的意识 对不对 但是在过年前其实那个氛围啊 大家都是非常的乐观 因为大家还沉浸在选举之后的那种氛围里面 还是有一些庆祝行情的味道在 所以跟你讲避险其实根本没有几个人会听 如果你有听进去了 我相信你现在应该 不会接到这个追假的通知了 甚至你现在应该是在想 我手上这些避险的空间应该要在什么地方做一个 后利了解的一个动作 那行情走到这边 我相信大家都在关注说 那到底后续这个行情什么时候会止跌 什么时候会止跌 那止跌的关键是什么 那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今天相对来说我们的跌幅会比较重一些 那是不是有超跌的现象 那最主要呢 都还是在于这一个 这个传染疾病的这个部分 那最主要是这个中国武汉的这个 这个什么新的冠状病毒的一个扩散 那加上这个心理的一个恐慌的一些因素所造成的 事实上也不只是这个中国与美国的 在这个过年期间他们这个流感病毒的状况 其实也有这个 这个算是比较蔓延 而且范围比较广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次中国这个事件呢 除了他蔓延的一个范围之外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呢是在于说武汉呢 他刚好是这一个这个跟半导体相关的这些科技的科技产业的一个重心啊 所以各位我们来看 美国的四大指数 如果我们先把这一半放一边 前三大指数小道琼 这个Dow Jones NASDAQ 还有S&P500指数 其实他在我们这个过年期间累计的平均的一个涨跌幅 大概是下跌的大概是1.25 下跌1.25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他其实美股三大指数的部分跌幅并没有那么重 那肺斑的部分呢 相对就是比较重 肺斑呢 大概是在跌幅大概是2.9% 那最主要的部分呢 刚刚威哥有提到 那除了这个武汉呢 他是中国的一个半导体产业的相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地区之外 另外呢是大家在担心这个对于苹果 这个美国这个苹果公司啊 在中国的供应链 能不能呢 这个如期的交付 这个这个供应啊 这个苹果相关零组件 的一个担忧了 那我想呢这个事情呢 从目前整个医疗的一些科技相关的讯息来看 目前呢这个部分 这个疾病的部分应该是很有机会获得控制了 所以慢慢的市场的心理恐慌会逐渐的淡去 那市场会发觉好像有一点跌幅过重的情况 他慢慢就会去做一个反弹修正的一个行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只要你有像威力哥平常提醒你的 你有做好避险 你有做好资金配置的规划 我相信你应该是不需要太过担心啊 好那在今天呢 我想慢慢的应该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武汉肺炎 这个疫情蔓延的这个恐慌 会慢慢慢慢的 会慢慢的 差的一个效益会逐渐的淡化 市场会慢慢再回到这个 国际市场好的一个联动上面 那在国际市场联动方面呢 我们今天可以注意到美国 这个昨天应该说是我们的凌晨啊 FED有公布了他的一个利率角色会议 那基本上呢 他的美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 还算是在温和成长的情况 那今天要公布他去年第四季的一个 经济成长率的一个一个国际的一个指出来 那大概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 美国呢去年在贸易战的一个影响之下呢 他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增减的一个变化 那大家呢就会重新去拟定 这个对于今年2021年 整个美国经济的一个成长率的变化 会是如何 如果呢还是相对乐观 各位那这你就可以趁着这一次的大跌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局的机会 如果是一个相对的一个 保守的一个看法的话 那你就要知道 那这一次的这一波的修正之后 他还有可能是一个什么高档 反转向下的 一个中长线高档 高档反转向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区 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 市场会分两种看法 如果预期美国很好 那这一边这一段的一个修正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预期呢整个2020年的会 相对于2019年比较差的话 那这一边的这一段的修正 这一段的一个下跌啊 他就不是涨多了一个修正 他很可能是高档要反转向下的一个景区 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那就今天来说呢是报大量 那又跌幅又相对大 就是表这是很标准的一个市场恐慌的一个表现 那这也是非常空投最爱的 因为空投最喜欢是好发生恐慌的时候 因为发生恐慌的时候 在这 在这个这个心理的 这个市场心理的恐慌因素还没有消退以前啊 这个市场呢 这个要反转向上 要逆转向上的一个可能性的 几率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些 但是短线跌生他一定多少都会有一些 想要抢反弹的投机客进场 但是呢他的一个操作 通常不会是太长 通常他可能进去抢个短 在一个技术面形态关卡抢个短 抢个短线他可能就出场 那再看到期货日线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真正的一个 11月份去年11月份这个形态整理的 这个关卡 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失守 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失守 那指标的部分呢 目前看起来是 相对来说呢 如果我们从分时线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是已经有跌升的一个状态 但是能不能去接 唯一哥在这边有跟各位分享两个 两种手法 就是说当市场有过度恐慌状况的时候 你想要去做一个逆势的一个强段 你应该怎么做 有两种手法 第一种手法呢 是在这个形态的日线形态关卡附近 然后我去猜他的低点 这是第一种 目前市场有两种的一个做法 第一种呢就是伸手呢 去借刀的放在底下伸手借刀 第二种呢是等到呢 行情呢往下 杀到一个 歧途恐慌的一个状态之后 诶 发觉呢恐慌追杀力道美 那国家队呢开始进场呢去做拉抬 那有一些呢这个 体质优良的一些标的的成分股呢 因为法人可能觉得被杀得太深 也进场去承接了 那市场开始出现弹生 那弹生之后再靠近 这个这个尾盘的时候 他甚至拉抬的一个 一个位置 他还这个收复了这一根 黑黑棒的二分之一啊 比如说二分之一的位置 那做完这一根呢 原本是长黑棒呢 他变成了 留下常常下影线的一个日线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你可能就要留意 这一根呢很可能就是 极度恐慌的一个宣泄完之后 压力已经渗泄的差不多 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幅度的一个弹生 但在整个世界 还没有完全消退以前 你要进去强反弹啊 你这个单子啊可能 吃上的时间不要太长 你要不能就是你想要报长一点想要报 明天后天 你觉得后面也许搞不好 会有更大的一个反弹空间的话 那你的资金控制要做好 因为在这边的震荡一定会相对来说比较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只需要留意 你只需要去留意 我一个要跟你讲第二种方法 等到这个指数啊弹生上来 向上呢突破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形态的关卡 可能是单一天线他自己的一个关卡 有可能是形态的一个关卡 你再去顺势去抢 顺势去抢反弹 这两种方式呢哪一个比较好 依据威力哥用这个程式交易啊 过去所回撤的结果在写策略的时候 甚至啊过去再帮一些这个投资人啊 在帮他们解决这个程式码 这个这个的一些因然杂政的时候 威力哥自己去做了一个测试 第一种伸手 在这个形态关卡那边去接 第二种是等他跌下去跌太深了 开始出现拉弹 往上弹生 甚至突破重要的一个形态关卡时候 再顺势去追这两种方式哪一种比较好 答案是第二种 答案是第二种 因为他相对的说他的获胜率会比较高 会比较相对比较高 但是你的停力的一个动作 也要设定好 你不能说我要把停力再设定到这个起跌点 过年前的起跌点 这个甚至过年前的这个位置 那基本上呢 这个你把这个停力的目标设得越远 那你的获胜的机率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偏低 所以一个总结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要抢盘弹 如果你在这边呢 你是想空手的 你过年前就把仓位截掉 你想要抢盘弹的 你还是等着这个行情 在拉台的时候 向上突破关卡的时候再去追 但是你的这个停力停损 相对来说你不能抱太长 还是有赚呢 你试着呢先去做一个一个一个当中 调节的一个动作 可能相对来说 你的获胜率会比较好一些些 那如果你是有空单的呢 你是有空单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 从这个日线的部分去找这个整理 形态的一个关卡 第一我们可以确定说 今天这一根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K棒 包括这个 这个目前的这个价格跟 过年前的这个收盘的价格去对照的话呢 确实已经有跌幅过重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当然你手上有空单的 你在过年前你有听微歌的话 你去做避险 当然你就可以在一个形态的一个关卡附近 去找一个适当的一个价区啊 慢慢的将你的空单 适度的去做部分的一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这样子呢 也可以让你的这个 这个避险空单的这个获利 可以锁住 可以有效的锁住呢 你其他的这一个 可能你是现货的一个多单的一个风险 那如果呢你是很单纯的在过年前你就 这个有一些空单 你想说纯粹只是 担心说这个过年前有什么风险性因素 那你手上的空单应该是大赚的 那至于赚都赚少呢 各位你就自己 好 随着你自己的这个盘面 你的指标你的讯号去做一个 一个调节的动作就可以了 那 那行情 走到这一边呢 威力哥还是提醒大家 从过年前到过年后 目前这个走势来看 他也提醒我们 非常重要的几件事 第一呢你的资金控款很重要 我相信现在一定很多投资人 正在为了这个 空抹群的事情在那边担忧 表示说你的资金的一个运用率的状况 有点over 已经超过这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度 也有可能超过你所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 第二呢 碰到长假 永远都不要去 太过坚持自己对于行情的一个看法 有时候碰到长假 适当的去做一些避险的一个规划 可以让这个突发性的这个风险发生的时候 把你的风险降到最低 所以啊 威力哥也借今天这一个机会 仔细的再一次的呢 再去提醒大家 市场的操作啊 资金控款很重要 资金控款很重要 风险的管理很重要 少了这两项 少了这两项 就算你的交易技巧再厉害 就算你再怎么会分析 对行情的看法再怎么准确 你都记不起一次两次的 突发性的大风险的风声 的一个发声 所以啊在这边 威力哥提醒大家 做好资金规划 做好风险的管理 那如果呢 你这个 你的这个电脑的这个 脑硬体的状况 或是你对电脑熟悉度 有一定的一个熟悉度的话 威力哥呢 希望你可以善用现在的一个电脑科技 它可以有效的呢 帮你控制啊 这个连续交易时段呢 一个可能的一个风险 风险绝对不是在放长假的时候才有 平常的时候呢 就会有 而且你不知道风险会来自何处 就以这个过去一整年 2019年来说 重大风险几乎都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 这个这个台湾 几乎都是美国 中国 包括今天开始 所发生的这一些的这一个风险 也是一样啊 也是来自于 这个中国的这个部分 以及对于美国 苹果供应链的担忧 所以啊 威力哥再次提醒大家 做好资金规划 做好风险的管理 善用 电脑工具 这样啊 你才能够有效的控制风险 有效的控制好风险 你才能够在市场长长久久的 种下去 最后威力哥再次祝福大家 新春如意 那预祝大家新年都能够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发大财 我们啊 这个下一集 明天再会